有点床 去床一下 太久没去打篮球了 对呀 半年了 我现在已经约不到人了 我要是谢谢台电 没有台电我们没有光明 台电会变 没来到人家都很小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还是要讲一下 如果当时店业没有 王卉美再提提的话 大概现在台电已经被民营化掉了 第三点 我要一直要重申 我们没有反对律 能源政策从我在担任 立委的时候 我的政府很支持率 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的能源政策 它不是照进的能源政策 它是要稳健的 能够让台湾 在不影响大家成本过程之下 跟环保环境又能够混合之下 跟民众的健康又能够混合之下 很稳健的来提我们的人民政策 而不是照进的 我想国产化的结果 大家都知道 现在国产化 到底台湾有多少的厂商受益 我觉得大家都还很质问 我今天也很高兴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为什么 我是要来分享台电的好运气 你知道吗 10月1号 我们中火新建两座燃气的机组 四部燃煤的机组 没拆掉没换掉 没处意啊 还不通过了 10月2号 桃园大潭电厂的这个燃气机组申请研议啊 那被损 被质疑说台电当年只说要用两年 这现在又要延三年 结果还是过了 在稍早106年啊 我们大潭电厂啊 原本是要采用所谓的低污染的这个燃气 复巡丸的机组 后来变成高污染的燃气 单巡丸的机组 结果环品还是过了 然后107年 我们的深澳燃煤电厂的扩建案 即时外界套生隆隆 结果环品还是通过了啊 可是我现在看看我们二林机密园区耶 我们送四次打回来四次耶 怎么省都省不过 实在跟台电啊实在差太多了 运气我们比台电差太多 所以我今年是来分享台电的好运气 你知道吗 不分蓝绿啊对不对 对嘛 那所以说中央要听到地方的声音啊 中央正班对地方哦 我相信我们的相信都看在眼里放在心 我说真的 好了啦 再次哦 我想还要连续四天是放假日啦 我想10月10号我们在园林 有一系列从长到晚的国庆庆祝活动 10月11、123就在我们旁边的深港福安宫 我们有这个第一届的 这个妈祖文化企业活动 那包括我们这个11号请到 爱看歌仔戏的要来 我们孙翠凤祖贤的这个明华园 12号请到了这个 这个驾动武林返教的这个 皇军雄固带戏 我们国宝集的要来演出 第三天我们又结合了这个 很多的这个慈善 在这边做了一个公益晚会 当然活动从早到晚 还结合我们当地的国务馆啊 一些我们的这个好的景点 那也欢迎我们的这个乡亲 可以利用放假这四天 那除了我们的这个 园林深港 还有我们的西州公园 也有提拔你的活动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 这个欣赏彰化的好 彰化的美 那在这边再次的 谢谢所有台电的弟兄们的 辛劳 真的没有你们光明 谢谢大家 那也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 事事如意 谢谢大家